艺人何润冬拥有好身材 9号说要和爸爸一同出席 自我检视的健健活动 两人在台上的互动 情同修例一般 何润冬也不免被关心 父亲节才刚过完 有没有对爸爸做出什么表示 其实我每年父亲节 其实认为一直就是 我的钱啊什么都交给我妈来管啊 然后呢有什么都会尽量 就是他们平时需要什么 我就会买什么给他们 那因为我爸呢 他除了运动之外呢 还蛮喜欢在桌上运动 就是打麻将 所以呢就送他一个麻将桌 然后呢当然也希望说呢 他除了打麻将之外呢 也可以出去多走动走动这样子 会啊我有时间会跟他们打 对人家都说要孝顺 要让他们一点 但其实根本轮不到我 让他们都江湖老手 对我可以在他们手上 可以胡到一把 就真的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我拼全力都还是不如他们 江是老的辣 孝顺的何润东即便工作繁忙 也是尽量争取时间和父母亲相处 然而电影版的小时代 已经上映至第二部 何润东身为电视版的男主角 也难免被拿来比较一番 其实我昨天才见到渠道 邱宁导演 然后昨天呢去配音 做最后的配音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对那 我也知道说 小时代电影版 在内地的票房非常亮眼 对那我觉得 也非常恭喜 因为毕竟小时代这本 小说 也是很受欢迎 所以为什么才会有电影 跟电视剧版 那请大家看完电影版之后呢 再慢慢期待我们的电视版 那其实电视版呢 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然后可能探讨的东西 会更加生活一点 对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大家也知道 渠道的东西 我可能不会爱你 对那其实渠道 他对他的东西 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他切入的角度 应该是跟电影版里面 切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大家看 电视剧版的时候 应该会觉得是 看了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作品 所以应该不会有 太大的一个比较的空间了 海润东对导演和作品 相当有信心 对于外界过多的 比较和关注 心情是完全没有 受到任何影响 春午视频娱乐 台北报道 大家好 我是哈林 余晨静 你现在收看的是 森胡视频